要求证据的不是信心 我们看到玛利亚和耶稣这两夫妇 一辈子 两公婆 都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 虽然他们过的日子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兄弟妹你要想一想 今天耶稣是你的儿子 你真的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别人用异样的眼睛看你的 别人在你的背后只只点点的生活来着 要过一辈子兄弟妹 是不容易的 然而我要告诉你 这样的人是耶稣找的人 这样的人是耶稣选择 在他们家庭居住 长大成长的人 面对所有人的不理解 面对所有人的不谅解 他们仍然坚持的相信 背负上帝给他们的使命 把耶稣带打 兄弟姐妹 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得太怪 有的事情我们很快 很悲 丢结吧 他这样对我 我不要他了 我跟他离婚 我们做的决定太快了 在重大的事情 请不要太急 越大的事情 你听周记啊 注意啊 牧师讲 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那个事情很重大的 越重大 心也不要急 如果耶稣说 心里面在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这个老婆 玛丽亚的时候 他如果他心急 哎呀 这样你们不要了 这故事就没有了 也没有玛丽亚 而耶稣的故事了 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 不心急的人 虽然他已经有个心里 心里面有个决定说 他要休掉 暗暗的休掉玛丽亚 可是他没有着急去做 他让神走在前面 他让神 他愿意顺服 归顺于上帝 让上帝对他说话 他愿意顺服神 他愿意与玛丽亚 一起背负这个责任 神的旨意 就是要借着 耶稣和玛丽亚的服从 而沉浸的 也是 观众